韩国人气女团TWICE在10月20日迎来出道9周年 并在粉丝会的最后宣布 她们即将推出新专辑 TWICE21日凌晨透过官方SNS公开了预告图 宣布将于12月6日发行 第14张迷你专辑Strategy 这张专辑是自2月发行的第13张迷你专辑With Youth以来 时隔约10个月的完整体韩国专辑 作为今年的压轴特别礼物 引起了全球粉丝的关注 今年TWICE在各方面证明了她们作为全球顶级女团的实力 2月发行的With Youth 于3月9日登上美国公告牌主榜 Billboard200的一位 创下了她们的职业生涯新高 此外 作为第5次世界巡回演唱会Ready to be的一环 TWICE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 巴西圣保罗的大型体育场 拉斯维加斯的阿里让体育场 以及大阪的长居体育场举办了演唱会 今年7月 TWICE成为首位 在日产体育场举行演唱会的海外女性艺人 并成功结束了演出 10月20日 TWICE举办了出道9周年纪念的单独粉丝见面会 与粉丝Once创造了特别的回忆 特别举办粉丝见面会与Once同乐 各式各样的舞台让粉丝看得超开心以外 成员们的穿搭也十分用心 其中子余被笑称学坏了 露出内苦头 不过却巧妙地以一个搭配不但不低俗 还超时髦 上个周末TWICE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 举办出道两场 2020 for TWICE Fan Meeting Home 9 round粉丝见面会 一起庆祝出道9周年 从概念到布置全都围绕着9 TWICE为了此次粉丝见面会 准备各式各样的舞台 还惊喜演唱为公开歌曲Sweetest Obsession 让现场充满欢呼声 并宣布12月6日发行第14张迷你专辑Strategy 利多大放送超重粉 9位成员的穿搭 也特别以酒和棒球与运动风主题为设计 以开场旁白登场的那脸 定岩 Momo Sona 智孝 Mina 多弦 彩英 子余展示开球和击球动作 吸引视线 像是定岩 彩英换上蓝白条纹上衣 智孝还特别戴上条纹点缀的手套等等 每个人都十分用心 其中子余被发现出道9年也学坏了 在下半身不只身穿小热裤上 更特别露出了内裤边 原来这件小裤裤是来自德国品牌032C 红色的内裤头露出在One Teasbone白色小热裤上 但子余选择英国性感新兴品牌Poster Girl的赛车短板上衣 巧妙地将衣服上的红色条纹与内裤头相互印 让整体看起来就像是刚刚好的设计 露内裤头不但不俗起还超时髦 子余的巧妙一露也让粉丝大赞 子余越来越会穿好美啊 我的宝 漂亮疯了 超时髦的 棒球装 赛车装都好适合她 关于这次的棒球主题 此前不单单子余solo再次担任开球嘉宾 Trice全员也应征棒球队 贡献了不少报效场面 日前我们聊到子余在solo开球时 专业球员大赞她有着很高的投球水平 开玩笑说要比自己还强了 不过其实正是上场时 子余也依旧没有发挥好 Trice后续流出的全程Vlog中 子余投出后自己也不满意 撒娇想要再来一次 她说因为要考虑拍摄出好看的照片 没有能够百分百用全力 可爱画面把大众蒙翻 而和成员们在一起的子余 其实又是另一个样子 当成员们一起上小团宗节目 应征棒球队时 因为要扮演互相初次见面 先是那脸提到 教练说外表很重要 如果长得漂亮就会直接入选 我想我已经合格了 结果说一半 自己把自己都逗笑了 队长致笑更是吐槽 她怎么回事 而子余被问衣服为什么会有蝴蝶结 她直接说因为自己是礼物 逗笑姐姐们 而子余也是展现自己用脚踢棒球的绝技 没想到她直接没掌握好平衡 摔在了地上 虽然后面几次越发的娴熟 结果一脚还把球踢到了多仙身上 慌忙连忙去关心姐姐 不少观众都直言子余经过solo洗礼后 感觉整个大解放 此前在做内容时 还有不少粉丝提到 子余综艺表现闷闷的 被吐槽没看懂 其实她此前就非常的有综艺天分 只不过solo后更加放大了 并且子余把这一个姓 还延续到了九周年的舞台上 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变声吐槽环节 子余本身软萌萌的说话方式 即便是通过变声器 依旧被熟悉她的姐姐们一下识别 并且她还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着最狠的话 她吐槽定言说 她一直在练习 我感觉她想偷走我的舞蹈 结果子余还没说完 那边的定言就已经跳了起来 而在solo阶段 多次来到现场应援的那脸 也没能逃过盲内的吐槽 有时候不好笑的事情她也笑 还一直问我们好不好笑 我就假装很好笑了 让那脸听到后笑个不停 谁让姐姐最宠盲内呢 甚至solo应援时还要和多闲吃醋 而当晚在社媒疯传的 还是那脸和sana的亲吻 出道19年的twice在韩国演艺圈 是出了名的零包袱女团 不论是台上的表演 或是私底下的社群贴文 都能看到成员们同真又搞笑的一面 好交情更是不言而喻 在见面会表演中 大家原本都正在演唱着卫视出的新歌 Sweetest Obsession 不料这时那脸却走向前 向sana做出讨亲亲的动作 而sana也毫不犹豫地走向前现吻 或许是没有意料到 那脸真的会乖乖地移动 也不动地让自己亲 因为距离没有调节好 两人直接亲上了 sana吓到倒地 一旁的momo也超惊讶 致笑还提醒那脸要记得唱歌 sana亲完后 惊吓的反应也让粉丝看得意犹未尽 经典的一幕 也被现场的粉丝记录下来 在黑X上疯传 网友 sana的反应太搞笑了 在眼前直观的momo 更让人惊讶的是搞笑 反应太真实了 像是真的慌张了一样 可爱 致笑太搞笑了 先唱歌吧 虽然出了事故 吓了一跳 但是马上唱自己部分的专业爱豆 那脸 这个不会只有我一个人一直在看吧 心满意足地继续回放 sana为什么这么搞笑等等 而也有网友吐槽 八周年遗憾没亲上 九周年亲上了 要说那脸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血 而作为忙内的子鱼 一直是姐姐的目标 此前在演唱会上甚至被搂着亲脸颊 不碰到都不行 而子鱼17岁生日时 姐姐们纷纷送上香吻 让子鱼害羞的脸红红 当大子那脸也向他讨亲亲时 子鱼脱口等你生日时再亲 不料22日过21岁生日的那脸传讯 向子鱼所吻时 他竟装傻 我有说过吗 让那脸气的截图 说子鱼太过分了 还要粉丝评评理 虽是团内年纪最小的 但子鱼个性耿直被戏称根本是大子 而年纪最大却像小女孩 爱撒娇的那脸则被说是03岁 还记得那脸推出第二张solo专辑 那上传一支打歌活动的后台花絮 其中录下子鱼桑那遭强吻的画面 影片中 子鱼递上玫瑰花束给予祝福 那脸开心到嘟起嘴直接亲过去 还好子鱼极限后仰发出尖叫 让那脸手下留情 相处气氛相当逗趣 桑那当天来探班挑战ABCD舞蹈 与那脸合照时也被轻轻攻击 她没反应过来就被那脸留下吻痕 影片一出 瞬间引起网友关注 成员总是互相支持的方式 真的让我感到温暖 桑那避免接吻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很高兴看到他们互相关心 为对方着想 回过头来看 随着这次九周年见面会的结束 以Withuse揭开2024年序幕的TWICE 将于12月以Strategy为年墨增添色彩 他们将以完整体的新专辑点亮这个冬天 真的不要让人太期待